30岁的灵狐冲娶了一灵 蓝凤凰 胆下两个儿子一正一邪 威震武林 在笑傲江湖的末尾 灵狐冲 任盈盈从向问天 那得知了任我行 跌落华山而死的消息 任我行一死 日月神教的教主之尾 势必会落到向问天的手里 向问天在日月神教摸爬滚打几十年 又亲眼目睹了东方不败 任我行的大起大落 因此 当向问天成了新任教主之后 他必定会居安思危 甚至蠢蠢欲动 大肆杀害日月神教的一些功臣就将 在向问天清理了日月神教的内部事务后 他又开始思量 如何除了灵狐冲和任盈盈这两大高手 尽管灵狐冲 任盈盈已经退以没装 二人也金屯洗手 打算不再过问江湖的事事非非 然而术欲进而分不止 毕竟对向问天而言 灵狐冲的独孤九剑 七星大法 威力惊人 是一个极有实力的对手 而任盈盈不仅是任我行的女儿 还是日月神教的圣姑 他若和灵狐冲强强联手 自己的教主之位还真的岌岌可危 可别以为向问天不敢对灵狐冲 任盈盈动手 讲当年向问天为了救出地牢里的任我行 他是如何与灵狐冲称兄道弟 又是如何骗了灵狐冲进了梅庄 成了任我行的替罪羔羊 于是在一番处心积虑的思量之后 向问天终于露出了诡异的冷笑 常言道 明枪一朵暗箭难防 在向问天的精心布局之下 灵狐冲和任盈盈 被日月神教攻了个措手不及 灵狐冲的武功虽高 但终究双拳难敌四手 只能拖着重伤的身子 杀开一条血路逃出了梅庄 听闻任盈盈死在向问天之手 灵狐冲仰天长笑 他躲进密林苦练剑法 在历经数年的潜心修炼 灵狐冲练成了独孤九剑的最后一世破棄式 最终手认了向问天 替任盈盈报了血海深仇 历经这场风波变故 灵狐冲有点变了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得过且过 任由日月神教肆意发展成一个魔教 继而危害武林 于是灵狐冲接过教主之位 开始整顿日月神教 另一边的怡林 蓝凤凰在听闻 灵狐冲东山再起 二人立时赶往日月神教 瞧一瞧多年未见的灵狐冲 怡林信于灵狐冲已久 他迫不及待地见到了灵狐冲 然而灵狐冲历经了人盈盈惨死的变故 这里又为整顿日月神教搞得心力憔悴 眼见灵狐冲满脸胡渣 轻取憔悴 怡林在日月神教住了下来 以便悉心照料灵狐冲的生活起居 至于蓝凤凰 她是一个奔放热情的女子 早就崇拜灵狐冲的潇洒不羁 眼见怡林将灵狐冲照顾得无微不至 蓝凤凰所幸也陪在灵狐冲左右 替灵狐冲打理日月神教的繁琐之事 大半年之后 灵狐冲对怡林 蓝凤凰颇为感激 心生好感 但一想到人盈盈的香消语语 灵狐冲还是提不起兴致 一日 怡林在蓝凤凰的怂恿之下 准备了三坛美酒 果然不出蓝凤凰所料 灵狐冲本就嗜酒如命 在见了怡林带来的三坛美酒之后 灵狐冲当即一番好饮 夹着一旁的蓝凤凰 怡林不断劝酒 三人功仇交错 喝了一个兴高采烈 美酒下肚 灵狐冲有些醉了 她迷迷糊糊中 见怡林一对美目秋波流转 时不时看向自己 而另一边的蓝凤凰 原本肌肤白皙 吹痰可破 如今在美酒的作用下 蓝凤凰娇嫩白皙的脸颊上 好似盛开了两朵 娇艳的玫瑰花 怡林的顾叛生辉 蓝凤凰的舞媚动人 都让灵狐冲心圆一马 她一下子将怡林 蓝凤凰当成了人盈盈 三人翻云覆雨 有了肌肤之气 事后 灵狐冲只能负起责任 将怡林蓝凤凰取来为妻 一年后 怡林为灵狐冲淡下一子 取名为灵狐求败 又过了半年 蓝凤凰也为灵狐冲淡下一子 取名为灵狐霸天 灵狐求败和灵狐霸天 都拥有极高的武学天赋 但二人的性格却截然相反 原来灵狐求败侠甘一胆 一身正气 特别喜欢练剑 她将灵狐冲传授的独孤九剑 施展的行与流水 随心所欲 最后一世迫弃式 也即将大功告成 而灵狐霸天一正一邪 冷傲不羁 她将灵狐冲传授的悉心大法 练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数年之后 灵狐求败出任了化山派掌门之位 灵狐霸天则成了日月神教的新任教主 他们兄弟二人强强联手 威震武林四十余年 并一边的灵狐冲 则带着一邻蓝凤凰离开了日月神教 他们三人归隐田园 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余生